好 那我等一下要停機喔 準備 3 2 1 3 啊呼 哈哈 可以 啊 等等等等 走太多了 你回來一點 你回來一點 啊 可是我 啊 啊呼 啊呼 變好快欸 哇 變快好難 好難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今天呢 又來到我們的運動系列啦 那其實新冠疫情呢 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那我相信這三年間 最煩躁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能出國 而且呢 相信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最想去的國家 絕對有日本 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在2019年 還沒有新冠肺炎的時候 就想要跟朋友一起糾責2020年的冬天呢 到日本去玩一下 那說到日本呢 我相信大家除了去逛街啊 吃美食 吃生魚片 與迪士尼之外呢 很多人會選擇在冬天的時候呢 到北海道滑雪 那不能出國 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 一日滑雪挑戰 說到滑雪呢 其實我自己是蠻有信心的 不管是溜直排輪 或者是去溜冰 其實呢 對我來說好像都沒有到那麼的困難 只是不知道沒有穿過滑雪版的我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樣子 我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今天的挑戰吧 其實大家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中 行走困難 好 注意一點 回去回去 好沒有安全感 好 腳好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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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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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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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轉一隻腳就開不停了 怎麼看起來那麼輕鬆 來吧 休息時間就是這麼冷了 好好 我們的休息時間大概只有一分鐘 我已經在流汗了 好 你不要在我旁邊了 要自己來囉 對 12現在是8嘛 對 剛剛都是8 然後我們滑滑看 指數12是什麼方式 好 我們看看滑到怎麼說 我會摔死 變好快 哇 變快好難 好難痛 半蹲 滑站 我可以 我已經有種 我準備要跌倒的感覺了 最後一個Ending 你是不是要來帥氣的跌倒一下 感覺 焦厚痠了 剛剛滑到是不是失誤了 好酷喔 耶 開心 是這樣結束我現在沒跌倒 我現在沒跌倒 哎呀 我眼睛夜障中 而且我跟大家說我覺得滑雪 一定會長小腿肌 小腿肌直接炸裂 挑戰 滑到紅色 然後下去 然後換邊 它好難轉過去喔 有feel 有feel 啊越來越快了 我感覺到了 耶 完成 謝謝教練 不得不說這個鞋子真的很重耶 很像是戴了那個紗袋在跑步的感覺 因為以前練跆拳道嘛 都會戴那種用千做成的那種袋子在跑步 一模一樣的感覺 好 那我們今天的滑雪挑戰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嗯 老師可是說我今天過了二階 下次呢我們就可以直接來挑戰三階的課程了 我還蠻期待的 因為一開始呢 我對滑雪是蠻恐懼的 因為之前在小巨蛋溜冰的時候啊 一個不小心跌倒 直接把我跌成了腦震盪 欸 不過其實體驗下來呢 從一開始的緊張到後面 滑的還蠻開心的 而且我現在呢就更期待 之後日本捷徑 可以去北海道好好的滑雪 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我現在在的位置呢 是位於內湖的ISKI滑雪俱樂部 那他們這裡呢有體驗的課程 本來是1850一個人 那他們現在有優惠價1450 我覺得如果你想滑雪 但是現在又不能出國的話呢 可以來這裡體驗看看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 我太吸引了 我不會弄的 我不會弄的 我的影片就好 我也不會讓你剛才 我不會弄的 然後我會和你 那些鈴鐺喔 Kate 咱們 作賞 那些鈴鐺 我不會弄的 我不會弄的 你 那些鈴鐺 在整個鈴鐺